其实我也是星哥的小谜弟 我以为你是深圳的 然后我说怎么现在在南京 是我是深圳的 我是南京这边工作 这次的话我们请到了李直信 留下我们的直播间 做个自我介绍子 大家好我叫李直信 玩滑板 滑了十三四年了 今年二十七 直播间观众有很多你的谜弟谜妹 主要来聊聊如何成为职业滑手 围绕这个话题 星哥也是把圈中的脑炮了 所以说你也可以给到 刚滑板的小牌一些建议 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说出来 大家一起交流嘛 玩滑板这个我觉得 好多要真听别人意见 他也不玩了 是不是 也不用那么多意见 就是我觉得他大事实实 不要一心不可二用 或者做人也好 做啥都好 我觉得只要把这一件事干好 都会成功 我们聊聊第一份 就是你的第一份赞助 是怎么了 我的第一份赞助 我很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吧 宝宝刘 那时候宝宝刘 他是在安山上大学嘛 一起玩了一下花板 他觉得我还可以 就问我 对费典感不感兴趣 费典是什么 怎么怎么样 他说可以给你免费的 都产品什么 那行 然后正好博客宝布刘 就去深圳工作了嘛 就帮我对接了一下费典 然后当时就 傻了 因为从来没一次 得到这么多产品 突然一下看到一楼板 我当时 才知道原来 职业滑手是这种待遇 那后来你是成为职业滑手之后啊 那个家里人他对你滑板 有没有什么看法呀 支持 一拿冠军啊 或者什么的时候 家里人吧 这个就跟谁家孩子 考个全班第一 一个心态 其实也会拿出去吹水啊 什么 啊我儿子怎么怎么样 然后其实他们自己 内心也挺支持 对你说有比赛啥的啊 或者我滑板 我来讲天下跟你聊是天儿的 或者干什么 我说哎呦 把我滑板呢 我滑下的啊 哎呀好嘞 把就挂了 也不会耽误你 这种时间呢 像是那个滑板呢 它是一个 最开始是比较街头的运动 到现在发展成 一个非常职业化的一项运动了 那么个 很多板仔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就很多板仔他说 哎我 觉得 他 高度职业化了 他就不像以前那么自由了 你对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个人觉得 其实 你要把这一个东西 什么是自由 这个是先先问 我觉得 什么项目都得有一个 自己的规矩吧 我觉得 自由这东西 我觉得 可以换一种吗 你太自由的话 对身体也不好 是吧 国家队也好 省队也好 还是公司也好 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规矩 其实 没有规矩 不成方言 这是正常 你看全员会 OK 你既然是 要比全员会的人了 那你的体能 你告诉我在跟不上 是不是 所以 OK 体能测试 这个 那个 然后 OK 很多 会觉得 这就不自由了 以前我滑板 我还跑啥呀 或者干嘛 对不对 你的训练呢 就是你平常体能训练和那个 就是成为职业后和业余时候 该有什么区别 成为职业了以后 还是要说回到健康体能这上面 以前 你说滑完了就滑完了 也不懂的 什么拉伸啊 还有肌肉腔这一说 职业了以后 就对这个滑板 怎么样能让你滑得更好 然后动作更简单 就跟三百六一样 你其实 腰力这也很重要 是吧 然后爆发力 腿力 其实这些 以前根本都不懂 你知道吧 如果你要是 对滑板有 对自己身体了解了 知道怎么用肌肉 掌控这些东西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职业以后 更懂滑板了吧 应该是 风格的话 你最喜欢是 哪个滑手多一些 国内国外 国内国外都可以说 我比较喜欢 克雷达夫 还有 三米白卡这种 其实我也很喜欢 喜欢的还 比较punk一点的吧 那风格的话 你觉得是可以 刻意去模仿的吗 还真有很多人 会去可以模仿 别人的风格 那你玩的 就不是你的滑板 你在帮别人玩滑板了 那就 帮别人andır 好